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头饱满的人一般具有敏锐的行动能力 遇到事坚韧有决断力 可从事经商等自我创业 会有很好的财运 隔头窄的人性格敏感 在小事上容易纠结 性格容易反复 若坚持下去 凭借添资也有着不错的收获 二 看眉毛 眉毛反映着一个人的财运 眉毛贫困浓密 这样的人遇事果敢 有很好的交际能力 因为能力突出 事业上顺风顺水 在爱情上 知道自己要找的人是谁 因此感情也很容易稳定 女性的眉毛 心愿眉的温柔善良 感情却容易被外表欺骗 因此有些坎坷 三 看鼻子 很多人去整鼻子 为的就是高挺好看 也许在不经意间 就将自己的福气也挣掉了 鼻头有肉是财富的象征 鼻子高挺且窄 这类人的自我主义比较强 与人交往 需要三分禁忌 鼻子短的男性 鼠目寸光 在事业上很难有成就 鼻子短的女性 却是吃苦耐劳 紧简持家的好女人 如果鼻子上有质 质的位置 也会影响面部风水 质能带来福气 亦能相反 鼻形有不一 暗示也有不同 四 看下巴 风满的下巴是望肤的象征 对于女性 对于男性来讲 肥厚的下巴 象征着财富地位 但亦有中年危机 一提前做好防范 肩下巴符合当下的审美 在面向风水中 确实情路坎坷的标志 所以爱美的女性 追求美 也要三思而后行 五 看耳朵 常有人说 浮不浮看耳朵 耳朵风满 耳阔优美 是福气的象征 也是美丽的象征 影响耳朵福气有两点 一是动过手术 二是扎耳动 三是长智 这三点从整体上影响耳朵的风水 六 看嘴巴 嘴巴薄的人以自我为中心 性格坚毅 不会为人动摇 嘴巴丰厚 这类人欲望过神 对于人生并不是好事情 嘴巴不厚不薄 轮廓明显 这类人有官运 既不是富便是贵 二 福博之人有何面向特征 一 头肩额窄 头顶尖的人喜欢耍小聪明 而额头低窄的人 做事没有远见 只顾眼前的利益 没有长远的眼光 所以头肩额窄之人 凡事都喜欢用小聪明走捷径 没有长久的志向 做事急功近利 好高悟远 所以一生很难成事 属于没有福气的人 二 目光呆滞无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无论大小 必须要有神 且黑白分明 这样的人心智坚强 即使身处逆境 也能很快走出 而如果眼神发散 呆滞无光 眼球黑白不分 加上三白四白 或者眉毛太低 眼眶深陷 让人从整体看 有一种无精打采 昏昏沉沉的感觉 这种人往往运势 都比较低迷 常有小人相伴 难有福禄 三 耳朵薄小 反禄 耳朵代表了寿禄功 同时也是盛起的外显 从面向的角度来看 耳朵以大为家 耳小则不及 耳朵大而厚重的人 即使没有过多的金钱 也是一生幸福知足的人 耳朵薄小而低下的人 一生福薄命浅 做事没有耐力 思考力弱 所以即使有富贵 也是谈夸一些而已 耳反阔漏的人 少年运不佳 守不住财 耳朵轮廓反漏 而无耳垂的人 婚姻不好 终身运气差 一生事业难成 四 全骨尖耸无肉 在面向中 全骨乃全野 是智阳之处 从全骨 主要看一个人的胆识和耐力 全骨高而有肉的人 耐力强能吃苦 适合危险的工作 和环境恶劣的工作 并且有权威 全骨尖耸无肉的人 如果为女性 则克服 如果为男性 则试图坎坷 一生多贫 如果再加上 塞骨横章 则其人 为人霸道 蛮横不讲理 忘恩负义 一生财运不佳 恐有 红伤 牢狱之灾 五 唇不包尺 门牙漏风 牙齿不紧闭 门牙漏风 或者层次不齐 牙齿排列交错的人 一生的运势 会越来越不好 并且常常在关键时刻 出现问题 唇不包尺 低包天 天包地 牙银突出的人 均属于浮薄的面向 晚年口舌破败 身体健康不佳 有点钱也不足买药看病 六 田宅工狭窄 田宅工仅眉眼之间的位置 象征着家庭环境 事业 财富 以及一切不动产 此处长得狭窄 眉眼间巨小 则这样的人 为人小气吝啬 个人的命 也会比较苦 在事业上的福气浅薄 常常与别人 因为一点小利益 就真的不可开交 从而导致财运不济 赚钱赚得比较辛苦 命苦无福 事业也就只有靠自己去打拼 所以他们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是很难的 七 他鼻梁 在面向中 鼻梁代表的是赚钱的气势 是聚财之地 鼻梁长得坚挺 鼻翼包满明亮 则这样的人 通常财运都是比较旺盛 运势强 能够在事业上 有着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 但若是长有他鼻梁 鼻梁撑不住大财 则这样的人庸碌无为 走出出傻力 不知道如何去灵活的变通 很难抓住赚钱的机会 一辈子庸碌无为 福博命苦 三 有福之人的面向特征 一 眉毛秀气润泽 有福气的人 眉毛要长得恰到好处 不粗不细 秀气并且有光泽 长度上 眉毛少许过眼 有这种面向的人 温顺理智 乐观开朗 善良美好 富有智慧 能从困境中突破 从而时来运转 二 耳朵高于眉毛 从面向中 耳朵不但代表 一个人的幼年运势 家境好坏 心境好坏 教育程度 更能预言其人将来 是否能够获取公民利路 享受荣华富贵 看一个人是否有福气 要看耳朵的位置 耳朵高过眉毛的人 天生聪颖 学习能力强 读书成绩优异 善于沟通 是成功人士的典范 能够拥有名声和地位 三 下巴饱满有肉 下巴饱满后 是特别宽圆的人 性格乐观 温顺敦厚 滚中大方 积极主动 为人鼓道热肠 善于接纳别人的意见 人际关系良好 晚年时福贵自来 四 额头宽广 饱满 在面向中 额头代表一个人的地位权势 额头宽广 饱满的人 同情达理 知进退 懂分寸 贵人多 聪明能干 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五 双拳高耸明亮 拳骨饱满 高耸明亮的人 心胸开阔 意志坚定 事业心非常强 管理能力高超 善于为人处事 有权力 有名望 六 耳朵大 耳垂厚 在面向中 耳朵代表了人的福分 与智慧 及少年时的运势 耳朵大 耳垂厚的人 一般家世出身都很好 其人非常有福分 人生之路比较顺畅 即使遇到困难 也会有人帮助 而且在事业上 财运 婚姻等方面 亦遇到意外惊喜 七 鼻梁高直 鼻准风龙 在面向中 鼻象的好坏 往往关系到 一个人的事业 财运 以及婚姻 好的鼻象 一般要鼻梁挺直 鼻准 饱满风龙 由此鼻象的女性 会嫁贵夫 同时也会给老公 带来好运 而男士则会在事业 或者财运方面 顺畅通达 八 嘴大 下唇丰满 在面向中 嘴巴掌管人的交际 与实路 嘴大的人擅长交际 说话办事都恰到好处 事业通常很顺遂 如果再加上 下唇丰满的话 其人非常有福分 常常不用付出太多 便可获得 丰厚的回报 九 脸型方正 五温云衬 具有这种面向特征的人 为人正直 做事稳重 待人真诚 且具有天生的领导能力 和创业思想 因为其人人品出色 所以常常有朋友 追随在其左右 听从其指挥 常常能够创出一番事业 总的来说 不同面向的人 命运也各不相同 正所谓 好命不如好运 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天命 却可以改变自己的运势 三分靠天命 七分要打拼 如果天命不好 只要自己足够努力 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运力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